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于阳播讲 田笼上一台蒸汽机正轰轰的喷着烟气 旁边的一名小宫正不断的向炉堂中填充着柴草木料保持锅炉里的水温 滚水发生出的蒸汽驱动着活塞 在气缸中来回往复的活塞又推动着曲轴 让一只飞轮急速旋转 一条皮带环成一圈 一头圈在飞轮上 另一头则是一只鲁鲁 飞轮旋转着皮带 皮带又转动着鲁鲁 将一条长所不断的收紧 长所绷得笔直 拖着一具重型梨哗哗劈开土地 深层的黄土被梨刀翻了上来 裹着黑色灰烬的表层泥土 则被埋到了下面 一具重梨足有三步宽 沉甸甸的至少有百斤之重 下方十二只梨刀深深的扎进田地里 寻常马牛没有五六匹 根本扯不动这样的更鲁 但这具重梨在蒸汽机的驱动下 却仿佛热刀切过牛油一般的轻易 当重梨被牵扯到田母靠近蒸汽机的这一头 就有人松开鹿鹿上皮带的连接解开梨头 重新将已经几乎全数缠绕到鹿鹿上的长所扯出 一路拖到对面的田笼前 绕过一只深深扎在田地里的桩子 再返回来接上梨头 而蒸汽机也被推着向前方挪动了几步的距离 当蒸汽机再次旋转起鹿鹿 就又开始扯动重梨 向着对面的田笼更离过去 围绕着桩子绕过半圈再返回来 如此反复 在寒冈抵达的时候 十二三亩的田地已经只剩下小半笼 还保持着完整的黑色 就在这一片面积十二三亩的田地旁 还有一片面积相近的田地 两边同时开始离田 不过这一片是由两匹马拖曳着更离 在使用蒸汽机的田地快要耕作完毕的时候 这里却还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哦 是不错啊 当张顿兴致高昂的向韩刚发表自己的感慨的时候 韩刚如此回应了张顿 他只看了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思农寺为了体现蒸汽机的作用 在其中还是做了一点手脚 何必如此的 看出韩刚的真实想法 张顿笑着对韩刚道 马力牛力有其极限 机器是没有的 现在只能勉强打个平手 并不代表以后还会输给牲畜 张顿抢着说完 韩刚常说的话 韩刚也只有苦笑了 两位宰相的眼前是一片斑驳的黑色 这是刚刚烧过结杆的痕迹 这一片种植战成早稻的田地前 两天便已经收割完毕 残余的结杆被焚烧之后就开始翻根 如果是普通人家的田地 不会这么快就进行翻根 总会到快播种前才开始 甚至可以说结杆都不会烧 经诗中多用石炭不假 并不代表普通百姓会宁肯外购石炭烧灶 而不去用不要钱的结杆 但这里是隶属思农思的试验田 在种植工作上从不会吝惜人力物力 结杆焚烧可以灭杀虫害 同时草木灰还能还田 当然焚烧了事 自从张韩秉政之后 原本在变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的私农寺 就从变法的执行机关回到了老本行上 只负责农林榆木相关的事物 更具体一点的说 就是培育和推广农木两种 实验新兴耕作技术和机械 推动牲畜规模化养殖 并进行相关研究 还有农作物和牲畜各种疾病的研究和治疗 权力比起过去是一落千丈 不过还是能够挤进疫症的行列 而且还能排在中游的位置上 私农寺辖下有二十多处农田试验基地 分布天下东西南北 西底北亭伊利 东达高丽丹罗 北境河套 而南面旧日最南的一处基地设在郊州 今年夏天 在南洋的三佛祈故地 也有了一处试验基地 此外即将成立的农学 将会是继明法明公明算明依四科之后 第五个隶属诸科的专业性的科目 更远处 种植普通战城道的稻田 还是一片绿色 而种植另一种稻的田地 则正在收连 但田地中并没有镰刀 有两匹马拖着一台机器 从稻田中经过 一株株沉甸甸的稻碎 就给卷割了下来 矗力收割机 已经在许多地方开始推广 随着轮子的转动 带动机械结构 切断结杆 什么时候收割机 能在收割之后 便能够顺便脱力 那就更好了 张顿满怀着期待 张顿最喜欢看的 就是遍布在田地中的机器 拥有着天下间最多的种植园 拥有着天下间最多的田地 张顿的家中 对各种能够减少人力使用的机器 有着最为迫切的需求 肯定是可以的 韩刚当然还记得联合收割机 收割脱力顺便还能翻更 只是机械结构更麻烦 故障率太高了 暂时还不实用 什么时候能将蒸汽机装上车啊 就像于坤你说的 和羹驴直接连起来 绳子拖翼虽然也不慢 却还是差了点 韩刚都感觉张顿在戳自己难受的地方 还要再等等 这可比铁路上跑的蒸汽机车还要难一点 要比铁路上的机车小啊 张顿道 韩刚道 机器更小 零件可就要更精细了 还真是慢 张顿抱怨着说 已经不慢了 打完辽国能弄出来吗 如果多留辽国几年倒是可以 韩刚说着 与张顿一起往回走 私农寺的官员和基地的官员一串 跟在后面 只是不敢打扰两位宰相 都是远远的跟随 天拢上 两位宰相缓缓走着 张顿问着韩刚 国子监的情况怎么样啊 都是些年轻人 一腔热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只要给他们指出一条路 当然就不会有什么怨言 韩刚去国子监听了课听了演讲 同时还发表了一次讲话 国子监此前闹出了一场乱子 监中如今正惶惶不安 现在再向亲至安抚人心 也是不得不为 张顿夺着步 望着快要进到田地另一头的更里 怎么说的 不过是把辽国的事说一说 把都堂的想法说一说 开成布公嘛 学生们还是很好说话的 也就是欲坤你 张顿不觉得除了韩刚之外 其他宰府能够压得住那些张狂的学生 倒不是 韩刚道 本来也没有多大的矛盾嘛 不过是学制课程内容 有些变化 正好有了一场败仗 被人趁机作祟罢罢了 其中作祟最大的就在这条田笼上 只要自己和张顿都不再继续动作 学生们当然不会有更多的意见 矛盾还没有到无法缓解的时候 外部的挑衅和煽动也全数在张顿和韩刚的控制下 甚至就是他们的指使纵容 当韩刚和张顿决定收手 自然就会丰收浪指 现在没有迟早会有 张顿说着和韩刚走过田笼 远远望着晒谷场上堆积如山的金黄色的倒立 到时候 玉坤你会如此心思收软佛啊 转过头张顿冲着韩刚笑了笑 那就到时候再说 韩刚笑道 他早有所备 也有所应对 张顿也知道韩刚的计划和想法 那就看看灭疗后 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韩刚点了点头 他想要做的事 必然会在国中引发巨大的动荡 眼下吕家问在经诗中的搜捕 只是为了削减一点 会趁机兴风作浪的人群 当新体制确定的时候 旧有势力的反扑 无可避免 张顿之前打算引蛇出动 韩刚会同意 也是因为想要尽量降低这些反扑 但压力始终在不断的增加 必须通过扩张来试节压力 小池塘中掀起三池水波已是巨浪 放在大海之中 不过是稍有起伏 中国持续三千年的封建时代 每一次都是用战乱削减大量人口来减轻人口压力 只要能够保持扩张的速度不降低 国中的压力就不会增加到要爆炸的地步 焦州和南洋的种植园一日 虽然下南洋的汉人死亡率远比中国国中要高 是不争的事实 但下南洋的福建人却依然络绎不绝 比起山多田少的家乡 南洋虽然张力疾病众多 气候也让人难以适应 但广阔的土地实在是充满了诱惑力 南洋的粮食产量眼下看起来过于庞大 但再过二十年 中国的人口至少要翻一翻 为什么以福建商会为核心的南洋殖民者 能够一直忍受国中低廉的粮价 并不只是张顿的约束 他们对人口增长的趋势也看得很清楚 不要二十年 只要十年甚至七八年 人口数量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抬升 他们是有计划的在七八年间 利用手里堪称巨量的粮食 将整个中国的粮食市场彻底控制 与其说是远见 还不如说是商人对巨额利润天生的敏锐 在这方面 以西北地域为核心的拥勤商会 主要在北方开拓绵田 在粮食生产上就远远不如了 但拥勤商会有拥勤商会的优势 选育两种改进培育技术 推广新式农具 虽然工业化的进度 还没有到造出化肥农药的地步 但是对有机肥料 也就是分尿进行再加工的技术 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 总算是有了一些突破 在后世只能归类为土化肥土农药 现在对粮食的增产还是很明显的 还有大规模耕作的机械不断开发出来 几家大型的实验室 在大部分人都还在单打独斗的时候 就在寒纲的指示下成立了 一开始当然并不成功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却绽放出让人惊讶的光彩 自然学会的成员 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地主和小地主阶层 他们对粮食增产或经济作物的兴趣 远比铁路修造没有他们的份儿 更有兴趣 而且铁路修造他们也做不来 一般家中有个几十上百亩地 县城中有一两个铺面 那就不错了 不过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推动 却是他们所关心和在意的 只要有这些人在 韩纲的基本盘只会越来越大 所谓的压力 其实却是在那些 因寻守旧的人的身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